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杨慧妍等碧桂园四名董事主动降薪 年薪下调至12万人民币 美中院跨党派委员会建议提高关税 进一步限制对华投资 美国会委员会呼吁司法部调查 APAC期间反共示威者遭袭击事件 有骗印度大妈强灯开出火车 多月台空隙前及抛坏中英结果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要求以哈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请大家收看 杨慧妍等碧桂园四名董事主动降薪 年薪下调至12万人民币 联合早报 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的四名高管 自愿降低年薪 以应对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 公司执行董事杨慧妍、莫冰、杨子盈 以及非执行董事陈冲的年薪 从原先的数百万元下降至12万元 这些高管是碧桂园的核心管理层 他们的降薪被视为为了支持公司 度过流动性危机 公司还取消了高管的配车 和一些其他福利待遇 以削减成本 碧桂园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其股价在此消息公布后上涨了8.22% 美中院跨党派委员会建议提高关税 进一步限制对华投资 联合早报 美国众议院以跨党派委员会建议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并限制对华投资 委员会发布的建议清单旨在重制美中经济关系 并制定了2024年的立法目标 以防止美国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 报告呼吁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并要求加强关键供应链的投资政策 该委员会的主席和最资深民主党人表示 这些建议将防止美国的资本和技术 用于支持中国的军事进步和人权侵犯行为 虽然这些建议不一定会被国会采纳 但他们显示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如何在拜登政府 寻求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 试图拉开两国关系的距离 美国会委员会呼吁司法部调查 APEC期间反共示威者遭袭击事件 美国之音中文网 韩管海滩县大量鱼师与排河污水有关 日本集成清并分析两成因 新岛日报 日本北海道韩管市海岸 发现大量鱼类被冲上岸的情况 引起外界揣测 有传言称可能与日本排放河污水有关 然而 日本政府澄清称这种情况并非特殊事件 过去在日本各地都曾多次发生 原因可能是水温下降或逃避捕食者 水产厅也强调对河处理水进行了监测 结果显示鱼类安全 专家认为这次鱼群被冲上海滩的可能原因 是被海豚或鲍鱼等大型鱼类捕食 或是鱼群进入水温低的海域 在社交平台上 有关此事件与日本河污水排放的言论受到关注 但相关报道缺乏根据 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 债务危机和通缩风险是明年两大挑战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 集体出席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于12月12日在北京闭幕 会议旨在为明年的经济工作 制定政策和规划措施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称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为期三年的新冠疫情防控之后 今年是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 报道没有具体谈及政策变化 但列举了一系列政策目标 与中国政府一直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增长的措施相一致 报道指出 中国目前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 如房地产行业危机 通缩风险 失业率上升 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等 新华社承认 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 但同时强调 中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中国政府对经济工作要求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先利后破 并强调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经济学家指出 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封控措施 对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 也扰乱了民众的生活 让外企无所适从 许多外企正在考虑撤离中国或将供应链多元化 此外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今年以来也持续萎缩 国际信评机构目的将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 表示对中国中央政府向地方及国有企业提供财政支持的潜在成本感到担忧 另外 中国近几个月出现了经济通缩的迹象 批发价格和消费者物价指数均持续下降 房地产业仍然疲软 一些开发商出现严重的债务违约 邹上所述 中国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确定了明年的经济政策目标 以应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尽管中国经济面临困难 但中国政府强调经济恢复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 并表示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然而 中国经济仍面临房地产危机 通缩风险 失业率上升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等挑战 中国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化解风险 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呼吁司法部调查旧金山 APAC期间暴力袭击事件 该事件涉及多起反共示威者遭到亲共人士袭击的情况 委员会主席克里斯 史尼斯质疑旧金山警方是否接到上级指令 对这些暴力事件采取冷处理的做法 他呼吁美国执法部门对示威者遭到攻击事件 以及旧金山警方的缺乏应对行动进行全面调查 多位在APAC期间遭到攻击的人也出席了记者会 他们希望司法部和其他执法机构能提供明确的解释 并对发生的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和处理 史尼斯议员表示 中国共产党以骚扰和攻击海外华人群体和异议人士而恶名昭著 这次发生在美国的暴力事件也是其手段的一部分 他指出 这些反对中共政权的抗议者在美国行使其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 但却遭到攻击 他们的基本公民权利受到了侵犯 他呼吁美国执法部门对示威者遭到攻击事件 以及旧金山警方的缺乏应对行动展开全面调查 在旧金山APAC期间 许多反对中共政权的抗议者遭到亲共人士的袭击 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表示 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到旧金山进行抗议后 收到了大量的网络恐吓和攻击 他向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通报了这些威胁 但旧金山当地警察只能对他的安全多加留意 无法进一步采取保护措施 许多冲突发生的原因与旧金山警方不了解 和没有区隔开抗议和支持的群众有关 郭凤仪呼吁政府对此进行调查 认为这对美国的国土安全非常重要 此前 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 加拉格尔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甲 克里希纳莫提也曾要求司法部调查这些暴力冲突 并向国会提供有关案件的简报 他们敦促旧金山警方审视这些报告 并适当地伸张正义 截至目前 司法部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史尼斯议员表示 美国政府和国会都需要正视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镇压行动 有骗 印度大妈强灯开出火车 度月台空隙前及抛坏中英结果 新岛日报 印度一名母亲在赶火车时 失足跌进火车与月台的间隙 但他毫不犹豫地将怀中的婴儿递给了路人 成功保住了孩子的生命 事发后 火车停驶并送他去医院治疗 他虽然受伤但幸存下来 这个感人的故事展示了母亲的无私和奉献精神 也让人们再次意识到火车站的安全问题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以哈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联合早报 总结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 决议不具约束力 但具有政治影响力 反映了全球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决议还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并遵守国际法 此前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以色列正在失去国际支持 根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的数据 冲突已导致大量妇女和儿童死亡 商务舱空姐跪地为五岁童吃饭片疯传 窝心举动却引两极评价先争论 新岛日报 最近 一段在飞机上的视频引发了争议 视频中 一名空姐跪在走道上 用汤匙为一位乘客的五岁儿子 这个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两极分化的评论 有人赞扬这位空姐的行为 认为他很体贴 但也有人批评这位父亲的教育方式 这位父亲是一名美国商人 他的儿子乘坐新加坡航空的商务舱飞往东京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段视频 并表示对空姐的关注和服务感到惊讶 视频中的小男孩专注地看着iPad 而空姐则用汤匙为他吃饭 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分为两派 有人赞扬空姐的行为 认为她的举动很暖心 情景甜蜜 但也有人批评这位父亲的育儿方式 认为他应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而不是依赖他人 一些批评者认为 空姐的职责是确保乘客的安全 并不包括卫视孩子 他们认为 父母应该自己负责照顾孩子 而不是依赖他人 然而 也有人为这对父子辩护 他们认为 亚洲文化中 父母为孩子做事情是很常见的 即使孩子能够自理 还有人从空姐的角度出发 认为他可能是担心孩子弄脏了周围 所以才选择亲自为事 这位父亲对网上的批评不予理会 并表示这些评论太过消极 他的回应引发了更多的争议 总的来说 这个视频引发了关于教育方式和责任的讨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 但这个事件提醒我们 父母应该对自己的孩子负责 并尽力照顾他们的需要 商务舱空姐蹲地为五岁童吃饭片疯传 窝心举动却引两极评价先争论 星岛日报 这则新闻报道了一名美国商人 在飞机上拍摄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一名空姐用汤匙 喂食一名五岁男孩的画面 这个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争议 有人赞扬空姐的温暖举动 但也有人批评这位父亲教育子女的方式有问题 报道中提到 这名父亲在Facebook旅游群组中分享了这段视频 并赞扬航空公司的服务 引起了数千条留言评论 一些人认为空姐的举动暖心 情景甜蜜 但更多人批评这位父亲的育儿方式 有人认为父母有责任照顾孩子 而不应该让空姐做这个工作 还有人认为这种行为会让孩子认为 世界围着他转 对他的成长不利 不过也有人为这对父子辩护 表示亚洲人喜欢照顾孩子 喂孩子吃东西只是一个例子 还有人从空姐的角度理解这个事件 认为他可能宁愿自己喂孩子 也不想让他吃的到处都是 报道最后提到 当事人卢瑟福对网民的批评不以为意 称这些批评太负面 总的来说 这则新闻报道了一段在飞机上发生的温暖场景 但这个场景引发了争议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教育方式 也有人认为这是父母教育方式的问题 这个新闻反映了公众对于教育方式的不同看法和价值观的冲突 印尼10月曾进中资TikTok网店 如今TikTok获准在头15亿美元重振印尼电子商务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 抖音的海外版TikTok周一同意重振其电商部门TikTok Shop 投资8.4亿美元收购印尼科技集团 GoTo的电商部门Tokopedia的大部分股份 此次收购似乎使TikTok能够在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 重启其在线购物业务 在印尼总统佐科 维多多Joko Widodo呼吁加强社交媒体监管后 TikTok商店在印尼被关闭 因为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的涌入 导致印尼国内企业的销售额大幅下降 当时这个中国公司拥有的应用程序被命令在一周内遵守指令 在14日停止其在印度尼西亚的在线交易 在禁令之前 TikTok Shop拥有600万卖家和700万家加盟创作者 作为周一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 Tokopedia和TikTok Shop在印度尼西亚的业务将合并到Tokopedia旗下 但中国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k旗下的TikTok 将购买Tokopedia75.01%的股份并持有控股权 两家公司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Tokopedia 将在TikTok Shop应用程序中运营购物功能 该协议还要求TikTok对Tokopedia进行更多投资 总额度为15亿美元 印尼监管机构将对该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行监督 试点7在周二12月12日开始 恰逢印尼全国网上购物日 该活动是一项旨在通过支持中小微企业 MSME来发展印尼数字经济的政府计划 该活动名为BellyLocal购买本地产品 将宣传推介大范围的印尼商家 并将在TikTok和Tokopedia上提供产品销售 GoTo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 瓦鲁约Patrick Wallojo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我们两家公司都致力于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并推广印尼制造的产品 合并后的商业应用程序上超过90%的企业是中小微企业 两家公司将采取一系列联合举措来支持中小微企业 包括在Tokopedia和TikTok的平台上推广印尼产品 印尼卖家将接受培训 在国际市场上推广其品牌 同时将建立技术中心以培养当地技术人才 TikTok印尼电子商务主管斯蒂芬妮 苏西洛Stephanie Su-Silo表示 与GoTo的合作将帮助该公司使本土成长的企业能够扩展和繁荣 印尼超过2.7亿人口中有许多是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 TikTok一直在寻求将其1.25亿用户量 转化为电子商务收入 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TikTok 周一同意重振其电商部门TikTok Shop 投资8.4亿美元 收购印尼科技集团GoTo的电商部门Tokopedia的大部分股份 此次收购似乎使TikTok能够在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 重启其在线购物业务 在印尼总统佐科 维多多 周科 维多多呼吁加强社交媒体监管后 TikTok商店在印尼被关闭 因为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的涌入 导致印尼国内企业的销售额大幅下降 当时 这个中国公司拥有的应用程序 被命令在一周内遵守指令 在14日停止其在印度尼西亚的在线交易 在禁令之前 TikTok Shop拥有600万卖家和700万家加盟创作者 作为周一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 Tokopedia和TikTok Shop在印度尼西亚的业务将合并到Tokopedia旗下 但中国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k旗下的TikTok将购买Tokopedia75.01%的股份 并持有控股权 两家公司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Tokopedia将在TikTok Shop应用程序中运营购物功能 该协议还要求TikTok对Tokopedia进行更多投资 总额度为15亿美元 印尼监管机构将对该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行监督 试点7在周二12月12日开始 恰逢印尼全国网上购物日 该活动是一项旨在通过支持中小微企业MSME来发展印尼数字经济的政府计划 该活动名为BallyLocal购买本地产品 将宣传推介大范围的印尼商家 并将在TikTok和Tokopedia上提供产品销售 GoTo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 瓦鲁约Patrick Wallojo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我们两家公司都致力于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并推广印尼制造的产品 合并后的商业应用程序上超过90%的企业是中小微企业 两家公司将采取一系列联合举措来支持中小微企业 包括在Tokopedia和TikTok的平台上推广印尼产品 印尼卖家将接受培训 在国际市场上推广其品牌 同时将建立技术中心以培养当地技术人才 TikTok印尼电子商务主管斯蒂芬妮 苏西洛Stephanie Susilo表示 与GoTo的合作将帮助该公司使本土成长的企业能够扩展和繁荣 印尼超过2.7亿人口中有许多是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 TikTok一直在寻求将其1.25亿用户量转化为电子商务收入 专家 越南谨慎对待中国要求加入一带一路的压力 美国之英中文网 越南一直对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谨慎态度 但在习近平主席本周访问越南时 中国将根据倡议建议提供资助 这给河内带来了压力 越南寻求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平衡 尽管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资金表示欢迎 但越南一直持谨慎态度 这主要源于两国之间的岛屿主权争议 以及越南对过去与中国合作项目的负面经验的担忧 越南也试图通过与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合作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越南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不是任何超级大国的卫星国 虽然越南对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谨慎态度 但中国继续要求越南参与 习近平主席本周访问越南时 预计会敦促越南加入一带一路 据报道 中国已准备提供资助 以加强昆明到越南海防港口的铁路连接 以及中国南方到河内的其他运输线路 专家认为 如果越南接受一两个对越南经济影响 小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小项目 这并不令人意外 越南国家总理范明正上个月表示 支持昆明海防之间铁路的升级 尽管越南对一带一路持谨慎态度 但在现实中 可能会接受一些有限的合作 越南一直试图通过 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 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越南在乔拜登总统9月访问时 将其与美国的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与中方的关系相同 越南还与韩国和日本 提升了重要伙伴关系 专家认为 改善与美国及其他盟友的关系 是越南分散关系 降低中国影响力的努力之一 然而越南经济仍然对中国进口 占据了很大比例 减少对北京的依赖并不容易 因此提升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和签署不同的自由贸易协议 是为长期减少对中国贸易依赖 创造有利条件的必要步骤 越南希望通过平衡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特拉维夫的加沙战争首记 边界或无边界 美国之英中文网 本文是一篇关于加沙战争的首记 作者通过回忆起自己的家庭历史和成长经历 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的反思 第一段 作者回忆起多年前参加一个和平活动的经历 那个活动是为了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起献血 体现了和平与团结的理念 作者拜访了一个心理治疗师 他的父亲在以色列独立前被阿拉伯人杀害 这个经历使作者思考起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第二段 作者回忆起自己母亲的家庭背景和父亲的趣事 母亲的家庭是一个文艺氛围浓厚的家庭 而父亲在基布兹里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 父亲再一次去买玩具的途中被阿拉伯人杀害 这是一起悲剧事件 尽管如此 作者的母亲从未对阿拉伯人说过不好的话 她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一直坚持着和平的思维方式 第三段 作者谈到自己对和平的看法和参与和平活动的经历 作者认为女性应该主导解决争端 因为她们更擅长交流和理解 作者参与了一个叫做第五个母亲的组织 旨在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 尽管活动的进行受到了一些困难 但作者依然坚持着对和平的信念 总结 通过回忆自己的家庭历史和参与和平活动的经历 作者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的反思 作者认为女性应该主导解决争端 并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促进和平 文章以个人的视角描述了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矛盾 表达了对和平的追求和对战争的反对 内塔尼亚胡 美国依然坚定支持打击哈马斯 美国之音中文王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宣布 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地面进攻 并感谢美国支持摧毁哈马斯 并解救被劫持人质 尽管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呼吁人道主义停火 但美一两国仍然坚决反对 内塔尼亚胡与拜登对于战争结束后 哈马斯的未来存在分歧 拜登提出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在总统马哈茂德 阿巴斯领导下控制加沙和约旦核西安 但内塔尼亚胡表示 加沙既不会成为哈马斯斯坦 也不会成为法塔赫斯坦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要求立即实施人道主义停火 153个国家投赞成票 23个国家弃权 美国、以色列和其他8个国家反对 虽然联大决议不具备约束力 但具有政治影响力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美国反对停火决议 是因为担心停火会让哈马斯继续行动 并计划未来袭击 哈马斯被多国定为恐怖组织 战斗持续导致近18000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以色列军方表示 在加沙地带的空袭中 发现了250枚火箭弹 迈极炮弹和火箭发射的榴弹 并在约旦河西岸杀死了4名巴勒斯坦人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保护加沙的医疗保健 和人道主义援助 指出由于战斗导致的人道危机 许多人被迫逃离家园 并面临恶劣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威胁 美国宣布制裁250多住俄清屋的个人与实体 包括中国公民与公司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政府星期二宣布 对250多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这是为了打击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努力 这些制裁对象包括中国公民和公司 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个人和实体 美国财政部指定了150多个制裁对象 包括中国的商业卫星图像公司和其他涉嫌 向俄罗斯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公司 此外 美国国务院还制裁了100多个人和实体 财政部表示 这些制裁措施是为了轩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 和能源生产能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国将继续使用各种手段来追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罪行 中国驻美国大使发言人表示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的制裁 认为这是单边和非法的 俄罗斯则称 这些制裁阻碍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韩管海滩线大量鱼师与排核污水有关 日本澄清并分析两原因 新岛日报 近日 日本北海道韩管市海岸发现大量鱼类被冲上岸的情况 引起了外界的揣测 有人传言 这与日本排放核出淋水有关 但日本政府对此进行了澄清 水产厅的官员表示 过去在日本各地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可能是由于水温下降或鱼群逃避捕食者造成的 他们还强调进行了海水水质监控 和处理水排放的寒川量都低于可检测处的极限值 对鱼类安全 另外 一些专家认为这次鱼群被冲上岸的原因 可能是被海豚或鲍鱼等大型鱼类捕食 或者是鱼群进入了水温低的海域 在社交平台上 有人将事件与日本排放核污水的时间联系起来 但这些言论和报道缺乏根据 总之 这次鱼群被冲上岸的情况可能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 与核出淋水排放无关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